12年国教明年就要上路了 但是北市明星高中免日入学的高抽签率却没有解决 因此要是想念上明星高中的话就得靠特色招生了 而现在补习班看准了家长怕学生进度落后的心态 在寒假开班授课 学费六科要价六万块钱 在课堂上永远抢答上礼拜五才刚放寒假 国中生却还是得到补习班报道 因为12年国教明年上路 全国七个考区举办特色招生的考试 未来要挤进明星高中 除了国音术自然社会传统武科 基本去还要加考披萨提醒 心里蛮不平衡 因为之前的学长姐都没有考 然后也不知道之后未来会怎样 对就还蛮不安的吧 刚放假可能一开始就很轻松 可是现在就来上这课 披萨提醒加考阅读能力理解 和数学素养两个科目 学生连要考什么都还不太清楚 但是害怕进度落后 他们也只能乖乖上补习班 看准学生家长焦虑心态 补习班业者顺势加开班别 不止国中有课程 连国小都已经有披萨体验营 而且收费通通不便宜 老师花出的心血 还要包含在制作整个课程设计上面 其实这也相对反映在成本上面 最过我们听到就是一课一万都有 总共像我们知道的大概就六万 12年国教主打免试入学 但是没有彻底破除明星高中的迷思 学生的负担就只会越来越沉重